全油管最快新闻 钢果喉豆疫情至548人死亡 7月19日,医护人员在钢果尼拉贡戈地区治疗一名确诊喉豆的男孩 一名确诊的48岁钢果男子在哥马综合医院接受喉豆治疗 途中的母子曾确诊喉豆,在恢复健康后回到联合国置办的难民营生活 钢果卫生部长坎巴星期四说,钢果自今年以来已报告出现548起喉豆死亡病例 新华社报道,坎巴星期四在首都金沙萨举行的记者发布会上说 钢果今年以来发现15664起喉豆疑似病例以及548例死亡病例 他补充说,钢果全国26个省份均报告确诊病例,其中首都金沙萨报告时起 坎巴指出,多年来,喉豆已成为钢果一大公共卫生问题 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,尤其是喉豆疫苗合作 共同应对喉豆这一公共卫生危机 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8月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目前,非洲至少有16个国家受到喉豆影响 与2023年同期相比,非洲今年报告的喉豆病例增加了160%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星期四宣布 喉豆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世卫组织上一次就喉豆疫情发出这一最高级别警报 是在2022年7月、2023年5月解除这一警报 喉豆是一种病毒性人序共患病 人感染喉豆的初期症状包括发烧、头痛、肌肉酸痛、背痛、淋巴结肿大 之后可发展为面部和身体大范围皮疹 多数感染者会在几周内康复 但也有感染者病情严重甚至死亡 刚果喉豆疫情的报告数字令人感到担忧 这将是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我们呼吁各国政府、国际组织和民众共同关注此事 积极采取行动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 保护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 订阅新闻急速地最先知晓天下事